政治焦点来关心的是马苏福茂大辩论 明天将会进行第一场的协调会 代表民进党的立委蔡其昌就说 如果府方坚持媒体提问 等于是设定了新的门槛 想要拖延时间 而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则回应 会尊重民进党的想法 至于这个辩论的时间 罗志强说晚不如早 希望可以在9月中旬之前 赶快举行辩论 这个是早期蒋宗正先生 他还作为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 他所写的一东西 先总统讲中正首稿弥足珍贵 马总统端看党史遗迹 小心翼翼 不过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蓝绿服帽大辩论严正以待 让立法委员在审议服务贸易协议的时候 有一个准据 还有一个参考的资讯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晚不如早 不要拖延 刚在首场辩论协调会前 率先表态 赖英友志一同 希望配合立院开议总质询 在九月中旬前 两党主席能够上场对战 不过反观绿营 党主席苏贞昌拒绝媒体提问 就先让自家阵营议论纷纷 没有什么杂音 因为媒体提问是新门槛 在过去EQFA辩论的时候 并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担心的是总统府根本不想辩论 提出新诉求 只会让这个辩论 更显得总统府没有诚意 在明天的协调会当中 不主动提出 但是如果苏贞昌主席方面 改变心意 那觉得纳入媒体提问也很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乐见其成 时间游戏规则该如何定 双方协调人都希望在 首场辩论协调会中一次搞定 蓝绿双方提前喊话 就怕辩论会出现变数 有电TV赖尾声正希台北报导